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苹果今年最大的亮点便是,iPhone 15 Pro系列带来全新A17 Pro仿生晶片处理器,也是首款采用台积电300米制程打造。 但是,基本款iPhone 15和iPhone 15 Plus同样维持前代Pro系列A16晶片。苹果更宣称,这是史上最快的手机晶片。 苹果新款A17 Pro跑分已经提前在Geekbench曝光。在跑分资料库内,分别出现iPhone 15 Pro与iPhone 15 Pro Max型号。代号分别以iPhone 16,一和iPhone 16.2为名。 根据A17 Pro跑分资料显示,iPhone 15 Pro单核心分数为2914分,多核心分数为7199分,对比前代iPhone 14 Pro的A16跑分数据。 单核心2519分,多核心6367分,证实A17 Pro晶片单核效能快15%,多核心快13%,实际上A17 Pro与A16效能差异不明显。 如同苹果官方宣称,CPU效能提升约10%,从Geekbench曝光资料库所显示的iPhone 15 Pro Max跑分最高,能够达到单核心分数为2935分,多核心分数为7207分。 实际上,iPhone 15 Pro系列都采用同颗A17 Pro晶片,在不同阶段下,测试跑分数据大致会有些许落差,但不会差异太明显。 在A17 Pro跑分中,还证实iPhone 15 Pro和iPhone 15 Pro Max都配备8G记忆体,相比之前iPhone 14 Pro,记忆体6G也有明显提升。 iPhone 15 Pro系列搭载A17 Pro处理器,更是首款搭载台积电300米制程晶片,电晶体数量也相当惊人,高达190亿颗,采用6CPU与6GPU架构, 并配置16颗神经网络核心,其中6核心,CPU内包含2个效能核心,4个效率核心,核心速度与A16提升10%,在4个效率核心能耗表现也更省电,每瓦效能达竞争对手3倍。 要是A17 Pro与iPhone 13搭载A15晶片比较,差距会变得更明显。 相比下A17 Pro比A15快40%,甚至A17 Pro在效能表现上。 逼近Mac与iPad所搭载M1晶片多核心效能,甚至单核心已经超越M1晶片, 这也是为何苹果不需要替iPhone搭载M系列原因。 如果用A17 Pro对比,Intel i913-900K与AMD Ryzen 97950X这两款顶级桌面处理器, 其实A17 Pro也只落后10%和8%而已,差距算是不明显, 能将iPhone 15 Pro系列视为一台高阶型游戏主机也不畏过。 甚至A17 Pro比起竞争对手高通骁龙8 Gen2处理器跑分达到40%, 很甩超前高通晶片,所以苹果A17 ProCPU效能早已经超前, 再,CPU效能提升10%也算是可圈可点。 大多数过于专注在A17 ProCPU跑分速度, 怀疑苹果开始挤牙膏或遇到瓶颈上不去。 实际能明显感受苹果近年先是在M系列处理器上, 再朝向GPU技术发展。 再,WWDC释出Gameporting Toolkit能让更多3A级游戏大作, 都能在Mac电脑上顺畅执行。 比如,暗黑破坏神4,同样能在Mac运行。 2023年,也算是苹果在GPU图形处理突飞猛进的元年。 这项GPU改进计划同时也带入iPhone设备。 苹果强调,A17 Pro在GPU处理速度比起去年A16快20%, 根据Geekbench所显示的A17 Pro GPU分数为3648分, 相较A16 GPU分数确实达到20%左右。 更证实,iPhone 15 Pro与iPhone 15 Pro Max图形显示, GPU跑分有明显改进。 所以,额外TA17加入Pro称号,一点也不为过。 苹果甚至在iPhone 15发表会上, 大秀A17 Pro晶片GPU绘图处理器带来的威力, 并不是着重在CPU运算处理能力。 实际上,A17 Pro GPU算是历届A系列处理晶片最大幅度升级。 首度替iPhone 15 Pro采用硬体加速光线追踪与Metal FX Upscaling技术。 这项技术主要是利用较低解析度渲染画面, 再透过AI智慧放大与反锯质补偿来达到高解析度、高帧率的游戏画面。 就目前,恶灵古堡存桩、Grid Legends和无人升空等大作都采用Metal FX技术, 能够让游戏资源直接由存储进到处理器中, 达到加速高解析度材质的载入速度。 其中,苹果还用A17 Pro硬体加速光线追踪来锈肌肉。 强调,A17 Pro与A16晶片光追快4倍, 让iPhone 15 Pro、15 Pro Max同等于拥有主机等级游戏能力。 还泰北宣布多款3A级游戏, 大作包含恶灵古堡8、恶灵古堡四重制版、死亡搁浅、 刺客教条、幻象都会陆续登陆iOS平台, 就以游戏体验,iPhone 15 Pro系列也会更出色。 那什么是光线追踪技术呢? 此技术是利用演算法,模拟真实世界中的光线物理特性, 能够在虚拟游戏场景下, 让物理表面能随环境有大量光线阴影, 反射与折射效果, 画面看起来会更有真实与逼真。 简单来说, 当iPhone 15 Pro搭载A17 Pro仿生晶片, GPU能够支援光线追踪, 能够清楚看见水面反射火焰阴影, 金属特殊材质和玻璃反射逼真, 像是目前众多电影特效场景, 也都是采用大量光线追踪技术。 目前要在行动端实现光线追踪技术, 要特别重视三大方面, 第一是制程最佳化, 这里要拜台积电3奈米工艺所赐, 这次才能够提升CPU与GPU效能表现, 第二是需要从驱动游戏深度最佳化, 利用演算法提升画质表现, 第三解决手机散热问题, 那似乎也代表iPhone 15 Pro系列 在散热这块有明显加强。 总体来讲, 这次iPhone 15系列终于全部改用USB-C接口, 但仅有A17 Pro机型才能支援USB三高速控制晶片, 另外, 也仅仅有A17 Pro才支援AV1编辑码器, 主要是能够提升播放串流影片的速度。 不得不说, 苹果的对于专业级用户与普通用户的区分, 也是越来越明显, 从而吸引更多用户赚下iPhone 15 Pro系列机型, 获取最大的收益, 而背后的台积电自然是乐见的。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